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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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住 油字 上面的那兩點要呢 這個就是下面整個框 這一個是有字來的 這個就是這樣 下面這個 這個語字就變成這樣 聽著,很緊要 因為出席很吵,所以大家靜一點 這一點加這一點已經代表整塊這塊了 下面這塊是甚麼? 就是日字 這個呢? 這個就是撇歐加點也是裝飾用的 這個和沖繩的沖繩 沖繩的沖繩是這樣的 這樣的 又有警示 時間的示範比較容易 它跟我們平時寫的沖繩字一樣 騰蛇 這個就好像粵字邊 平時用的粵字邊就是這個 蛇 這個容易認一點 靜止 兩下就可以了 這裡不需要一動的 一動就不對了 他有沒有看到 有什麼 有什麼 那些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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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比較快,反應比較容易 土灰 老字 年紀老的老 有點像一畫的,世界的細字 所以分別只是這個位置 未終是這個位置 期字 扶字 力字 字字的心字是這樣 再字平時我都用這個,千字 千字一畫的 你字的速度 你相對於這個來講,其實它容易一些 所以最重要是你記得熟那個樣子 你記得熟練 烈絲沒有連烈,烈絲就是這樣的 四點水,黏在一起 烈絲 試著差不多,因為它很簡單,不能變 烈絲就是這樣的 簡單過你這個,草花頭 這兩點一畫 中間這塊東西 就變成這樣 就是這塊東西 下面的日字呢 就變成這樣 年字 分清楚一下,這是年字 這是首字 這是千字 從 thoughts 這麼好 雜心不役 深詞 你快點ρα 再簡單點就完成了 張文 大本 圓 快點壹 楠 形字就是這樣寫的 OK 縮字 那竅師誰說過呢? 就變成這樣 粒蓋頭,這塊蓮物站在一邊 整個變成一洞了 最後那個就是這裡 所以其實形態都很像 這個形字真的這樣寫 旗 旗字加點,可以不加也可以 不過我講的加點是旗字 范青玉字邊在旁邊,右邊都是這樣寫的 左邊就是這樣 旗字本身就是這樣 旗字本身就是這樣 這個東西 但是它,你覺得天字認不到 但其實它不難寫的 這個是最簡單的寫法 有人喜歡這樣的 就是這樣都有 就是一橫這樣 但是這樣就容易一些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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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養字 撇勒都不見了 字 複字 複字 下來上去 可字 或者一點都可以 其實都可以的 得字 要留意一下 不要順勢勾上去 可以整個人這樣寫 其實應該理論上這樣好一點 如果你一勾就不對了 因為那個 在草書裡面 他勾和不勾是兩樣東西 他不勾 他不勾的話 就 人字邊 或者是站人邊 他勾了就延至邊那些 所以你不可以勾 理論上 不過有時候你在外面展覽 那些看到人 有時候太豪 或者他滴上去 應該不對 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永年 那個永字 年 你這個可以斷牙 就是這樣也可以 恨字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總之他是這樣 不要回答他這些列 但是你不要太細 如果太細 就像千字一樣 你要出頭 但是他又不是狗爪邊 狗爪邊向下 他是這樣上去的 也不要問我為什麼 沒有解釋 就是這樣 心字這樣寫 下一點 如果你這樣 只剩下七字 七字就是這樣 下一點就是心字 好像日文 我忘了這個是沙斯書寫 應該是沙字 很多都是這樣的 其實 你的每字這樣 I will 就是這樣寫 類似這樣 這 那些 其實他基本上都很像 那些 是啊 自哉 就是自 哉 為何打動呢 原因就是 這個 凡親 在草書裡面 如果你看到 有這樣的東西 裡面有一個碎字啊 成字啊 劃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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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這個勾呢 都是打動的 這樣下來的 那你的災字 就變成這樣 口字 撇 就變成這樣 撇過來這樣 可以加點可以不加 所以成功的成字 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下來 這樣一點 加土字邊的成事就成了 歌爾永治啊 歌字 這是異形的 影子的影子不是這樣寫的 是這樣的 上面 上面是這樣的 唱出面就是影子 在裡面勾就是歌字 歌爾 詠 詠 詠就是有勾的 言字邊的 字 是這樣的 你說是否真的很難寫呢 其實它的線條 那個納豆其實不是很難 它最難的東西 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比較難認那些詞 我再說一次 不是只字難寫 是字比較難認一點點 和你現在學的東西 好像有很大的距離 就是你開始學了 愛語的樣子 所以這個是最麻煩的地方 但是學的外語本身 如果你的手聽話 或者你的手其實不難去控制 我覺得這樣就已經欺負了一步 那個例子 甚至乎的心字其實很難寫一下 你變成這樣的東西出來 不是很難寫的 幸運的幸字是很難寫的 但變成這樣的東西其實很容易寫的 天字也是 它難都很難寫的 但是天字如果你 你寫到天字的時候 你的心理狀態 好像在文具背裡 試一下有沒有文 那時候 其實不是很難的 當然 草書很多時候是看整體的 前文後理 整個線條 靚不靚 放不放 這個是重點來的 你好像這篇東西 那個稿其實已經寫得比較 比較斯文一點 起碼在韓國 你看到一行 有些可以來回到 你不知道它是一行 那是真的 那為什麼要不知一行 就是 它其實想你看到 線條的美感 而不是要去到 究竟你明不明白的事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有一個 網絡家或者書畫家 這個藝術家 其實很不負責任的人 他給了一些東西你看 他不如你會看得明白的 第一 這樣才究竟 第二樣東西就是 這個書畫家 一篇東西在 過晚人來看 當然沒可能過都明白的 既然都不是過都明白 我為什麼要叫你明白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明白的 你又懂的 那為什麼要我 就是這個意思 我多多少少有這樣的心態 我覺得 這個也是很多人批判的 就是 草書有沒有一個 底的呢 比如說你在創作的時候 多以永知 你寫的時候 可能變成這樣 那 即是出了一個稿 我出稿的時候 可能要歌 我這樣寫 sorry 這樣寫的 這樣 以 怎樣 這樣 永 上來這個言字邊 這樣 水字上面加一塊東西 就是永字 滋滋 上面要細 下面要大 這些是心字體 這個是我的寫法 但是你寫給書籤 或者你送給別人的時候 你可能不是這樣 你會重到怎樣 可能你的心態就是 或者你的手勢就是重 同樣兩個字 你會這樣做的 喏 喏 到這裏 是不是 這樣 這樣 那他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做得他 好看點 他說光流千古 這樣 那可能那個光字 就真的是三點 就這樣擺 了 公字 就是這樣 樓字呢 也是三點 其實應該是這樣 樓字其實是這樣寫的 千字很小 好像在這裏 十字 那兩點 是吧 他 他可以是這樣 但是追一個稿 我又覺得這樣 未必是一個好的習慣 還有學生來過 你寫慣這些 我心會惹的 很散 出去補得多 正規的生活習慣沒有了 所以我不是太建議 亦都是我外面弄得少的原因 出得很容易 但是自己的手很活力 聽不到 很厲害 很厲害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很high 很high 過頭了 坐下來寫書 遞書 寫一篇《心經》 寫一篇《天主經》 那些格子真的很麻煩 寫著我 會有這個經驗 所以有空玩一下 沒所謂 這個建基於什麼 就是 曾經前幾個星期 已經寫過一次 類似的東西 老企圖的一次 有千里 現在寫回行書 就會好一點 你試一試回去 如果不行 就沒有勉強 就當作玩一下 接觸一下 OK 今天呢 有幾件事要講 就是 畫班有些紙 上個星期 明天就用V字 給我看 隔了幾個星期 這個是畫班的紙 整張賣 還有一些 有些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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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以前有人照過 但是有什麼樣子 你如果給人家 那些紙 可以接著幾個紙 老企圖 天理 覺得很漂亮 有不同顏色的 如果大家有件事 可以 買些衣服 OK 在這裡整人包買 主席 就是十張 四分張 那你住在那裡 包買就好拆 接著你們買一份 顏色不同的 大家可以分享 大家可以互動 但是我建議大家 可以慢慢寫 我都寫的時候 OK的 我現在改過 先 我先上來買 還有一些報告 我不是在這裡做的 你自己做的 你買回來 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我來 我來 我用播 他有什麼樣子做的 我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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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れた 我來買 我去買 我去買 我去買